台鐵408次泰魯閣號的罪行消息 花蓮地檢署經過多日調查 今天證實經DNA比對後 罹難者的人數下修為49人 當中包含了外籍人士 都以全數開例相宴遺體證明書 在遺骸以及組織的各部位 多次詳細採檢DNA檢驗 比對結果已經陸續出爐 之後就通知家屬 目前已經交由家屬領回來處理 花蓮地檢署表示 罹難者各自不便對外透露 強調事故現場所有遺體 都在10號完成DNA比對 確定為49人沒有再新增罹難人數